醒醒吧,属于女性的时代真的要来了 我相信今天和未来的女性不会再说这句话 就是男人征服世界,而女人靠征服男人征服世界 因为我们女性自己就有强大的能量,不需要靠任何人 我发现我身边有越来越多的创业女性 而她们的身上有以下这些共同点 第一,就是对自己非常的相信 绝对不会因为外界的言论而影响自己的内心 第二,非常自洽,不焦虑,不内耗 第三,想做就做,不会沾前顾好 体验是第一位的,结果只是附带着菜单而已 也因此不管做什么都很轻松,做什么都很容易成功 每次我跟这样的女性在一起都能感受到她们身上的高能量 我知道还有很多的女生对自己没有信心,觉得自己不行 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巨大的潜能 每个人都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宇宙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 一切都是能量,一切都是频率 想要配得上好东西就要提高自己的能量 对上那个频率 如何提升我的能量,其实大道至简讲出来只有一句话 就是你要相信自己本字巨组 说出来的一切都只是数而已 当然我觉得数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通往道的,量变到质变 所以今天我总结了几条 可以帮大家提高能量 从内心强大起来 迎接属于大女主的九子火运 那首先我还是要说一个理论 就是意识决定物质 因为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先在意识当中构建完成之后 才在我们的物质实相中被构建出来的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穷人还是富人 都是你自己在意识里面先宣称了 然后你才在你的实相里面真正成为了这样的人 我会经常遇到一些客户跟我说 哎呀我没有钱啊,我钱不够,我很穷 可能有些人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并不是很人真的 但是语言是具有力量的 你都已经宣称你是个穷人了 你又怎么可能在实相中拥有足够的财富呢 这就带出我今天要说的第一点 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说丧气话了好吗 不要再否定自己 不要再说负面的话了 而代之于肯定女 比如说我很富足 我很美 我很幸运 英文中有一句话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那么我们在中文里面有一句话叫 以假修真 如果你的内心觉得自己只是可以买便宜货 那么慢慢的你就会拥有一个充满了便宜货的人生 如果你觉得自己值得所有的美好 那么慢慢的越来越多美好的事物就会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第二点少刷短视频 虽然我自己是一个博主 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少刷一些社交软件 因为网上充满了各种负面信息 负面信念 很多都是没有经过检验的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觉察 很可能无意当中就被植入了很多负面的想法 负面的信念 某一天这些想法就有可能会显化出相应的实相 而这一切本身并不是属于你的 也不是你想要的 你只是没有觉察的照单全收了 所以要么你带着觉察去上网 不要一切都照单全收 因为你的潜意识会显化出你的人生 而你的意识就是你潜意识的一扇门 你一定要非常注意 你吸收进来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 第三点把你的目光收回来 把你的力量拿回来 每个人在这个地球上玩的都是单机游戏 你的世界只有你没有别人 你只是把你的内心投射到了外界而已 所有的批判 嫉妒 焦虑 内耗 都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版本的接纳自己 所以让我们把向外看的目光收回来 向内看 放下所有的批判和对立 放下所有的比较和嫉妒 条件的接纳当下的自己 只有你可以决定你自己是谁 而不是把话语权交给别人 第四点放下头脑的控制 相信直觉 相信宇宙给你的就是最好的安排 也就是臣服 你越是依赖头脑的所谓逻辑 你就离到越远 你越是想要控制 你就越是着了笑 很多人都说人生中有很多的意外和偶然 其实在实相的定义里面没有所谓的意外 没有所谓的偶然 一切都是必然的 你一生中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其实都是灵魂的选择 目的就是让你通过这些经历从中学习 从而达到灵魂的身为 所以说我们一生中所遇到的所有人所有事 都是有意义的 都是有用的 如果我们可以明白这一点 就可以通过心态的转变 而超越这些事情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 当我们真正想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真正的做到允许一切发生 放下原本的执念 第五点 多晒晒太阳 因为真的可以提高我们的能量 应该是从去年开始爱上晒太阳的 当我面对阳光的时候 我真的是可以感觉到阳光的能量注入到了我的身体里面 我们现在的社会真的是有点妖魔化阳光了 忽视了阳光的重要性 其实我们的人类本身就是跟太阳密切合作的 我们人类的生命运作也是符合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这个自然规律的 多晒太阳还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合成更多的维生阻地 强健身体骨骼 延缓骨骼的衰老 那么为了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呢 我会选择在八点到九点的这个时间段去晒太阳 把时间控制在15分钟之内 好那最后我想用一句话结束这个视频 它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叫向塔兰 每个人的心跳都是充满可能的天地 经过了这么久之后 我似乎终于完全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每个人的意志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 我原本一直以为命运是不可能改变的 在我每个人生下来时就注定了 就跟心体的运行路线一样永远不变 但这时我猛然醒悟 人生比那还要奇特还要美 事实是不管人置身于哪种赛局中 不管运气多好或多坏 人都可以靠一个念头或一个爱的作为 彻底改变人生 请不吝点赞人生